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谷先生和孙女士 竟然能做到这里 我不得不配发二人的先见之明 虽然这让人有点伤感 但是未雨绸缪 防昏于未然 的这种思维 还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二位之前签署过婚前协议 所以离婚变得没那么复杂 根据婚前协议 第八款第六条 谷先生和孙女士婚姻破裂 二人将进行夫妻共同财产的 平北分割 那么我们计算了一下 这是婚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的 清单 不知道顾律师和孙女士 是否有利子 看来谷先生 对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存在很大的偏差 我方有必要对此 进行提醒和纠正 这是我方提醒独立第三方 对孙女士和谷先生的 婚后共同财产进行的合理 请过路 给我看 有这么多吗 还有啊 这辆跑车 怎么能算是我们夫妻共有财产呢 那是我在婚前早就付款买了的 只是我婚后才提的车 这也能算是我们婚后夫妻共有财产吗 还有这个海天房产的投资收益 也是我的婚前财产 怎么到你们这都变成婚后夫妻共有财产了呢 古先生 我方核定的每一项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都是有相关证据的 您刚才提到的那辆跑车和海天的房产 那都是属于婚前协议里已经确定好的夫妻共有财产 此外 根据婚前协议的第十二条第九款 古先生出轨第三者 导致婚姻破裂 给孙女士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失 所以理应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数额 赔偿孙女士精神损失费 孙伟伟 你不要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 胡律师 你也不能捕风捉影 造谣污蔑毁坏我的名誉 如果你们要这样的话 我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古先生 您对这些照片一定不会陌生 照片上是您跟第三者白双 两个月以前 你们曾经在汤泉度假酒店 双宿双飞 你们恩爱亲密的样子 让很多人都误以为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一对夫妻 还有这一份承诺书 您承诺它 年底之前会取的 您在签这份承诺书的时候 包括现在 您都还是孙薇薇女士的账目 您现在还没有想到 您有机会 人家这次请了 您要可以推输的 您要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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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找个意思 行啊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搞的 仔细取证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不是你从前 经常叮嘱我的吗